今年我們發掘整個科技的進步 產業的革新 與民主大的規模 實在不足的進步 為了挑戰的變局 那怎麼樣去加強我們的規模 不管是在量或者是值的方面的話 都需要做一個創新性的思考 所以我們當初跟台特大 就談到這部分的合作 與我們的農業生物科技 配合他們的光電以及資訊 所以說有兩校合併的一個想法 希望能夠創造一加一大一二的效果 但是呢現在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創新性的 合併的方式呢 引起其他學校的注意 那雲林科技大學 事實上呢它在整個工業設計 以及商業的運作上面呢 也有它的特長 所以如果說是三個學校合併的話呢 我們發掘呢 我們的規模呢 可以達到像成納這樣子的一個等級 這樣子呢 會對台灣所有的技職體系呢 有個很好的一個鼓勵的作用 台科大 雲科大還有台科大 我們三個學校都考慮來進行合併 那畢竟這三個學校 彼此都有互補 當然有一些相同的科系 這部分可以增強 那我想因為我們三個學校 都是屬於技職體系 那初步也跟教育部溝通 教育部也樂觀其成 因為在同一個體系 這樣子可以在台灣 成立一個旗艦型的科技大學 就形成這個北中南縱萬縣的這個 這個大連接 然後也是台灣所謂的這個科技大學 一個大整病 然後大概以後在台灣的這個高教 就會呈現這個兩個體系 一個是台大體系 一個叫做台科大的一個體系 我在想這個應該是 讓人家很令人振奮的這個這種結合 然後他的這個目標 是在國際上面 我們能夠搶到一些能見度 那也希望這個三校的一個整病 在專業上面的一個互補 以及基大 我們能夠在這個未來的這個 對國家的這個競爭力 以及這個學校教育的這個競爭力 都能夠產生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就在香港的局面 和這個社交部 我們 Gyere神 為列為一個很大的 你會不會讓人家 令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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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